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中视新闻社会编辑部 今天我们持续要带您来关心香港的占中行动 香港占领中环遍地开花 昨日晚上还抢占了名店林立的尖沙嘴广东道 占中遇上了十一黄金州 陆克莱买东西的说影响不大 还多了一项观光的项目 不过这段期间呢 大陆防港团少了三分之一 而且今天开始大陆的旅游局 还停止签发旅行团的证件 至于在驻港的解放军方面 还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调度 请看香港特派李锦华的报道 香港占中运动进行到了第四天 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有示威的民众疑似是因为太吵了 被居民丢橘子跟鸡蛋来抗议 还有中年的男子到现场叫嚣 拆掉路上的标语要挑战示威群众 香港占中活动进入到了第四天 台湾的民众也透过网路还有脸书号召 在各地举行了声援的活动 北中南有不少大学的学生 在校园内自主性的发起了联署 要帮香港的民众加油打气 香港占中运动的最新发展 学运领袖在傍晚召开了记者会 明确的要求特首梁振英 必须在明天的晚上 也就是星期五的凌晨以前下台 或者大陆人大收回正改决定 否则将要占领政府机关 而十一假期大批的香港市民都加入示威 下午三点开散了三分钟 宣誓雨伞革命团结一行 请看余毅未有的在香港现场的报道 镜头转到国内带您看到 新北市一名高兴的男子 自称是台版古惑仔 自组了三联邦 他不但在学运的期间 纠种到场来闹事放信号弹 平时还会带着小弟 向树林板桥一带的工地收取保护费 对方如果不从呢 他就会带着棍棒来砸办公室 甚至还到工地的门口 企图要纵火 这行径是非常的嚣张 诈骗集团猖獗 就连篮球国手也上当受骗 新北市警方接获了民众检举 一间位在三重的创投公司 专门吸收年轻的俊男美女 违法的贩售未上市的公司股票 短短一年就吸金了超过一千万元 而被害人里连SBL知名的球星 正人为也名列其中 前前后后总共被骗了五十多万 员工自动自发 应该要让老板很开心才对 不过竟然有一名超商的员工 他提早一天去上班实习 其实却是去坚守自盗偷钱的 因为他很熟悉超商的工作流程 就利用了假的身份证去应征店员 犯案多起 已经被各家的超商列为是黑名单 有民众到台南知名的连锁饮料店买水果茶 结果饮料喝到一半 发现里面的果肉怎么吸不起来 他把杯子拿起来一看 差点没有吐出来 因为这杯底居然有一只 小拇指大的小强尸体 这名小姐直呼实在是太恶心了 要求业者道歉赔偿 台南警方侦破了一起 掳人勒鼠的案件 四名歹徒组成了绑架集团 专门锁定南部地区 家境富裕的企业小开 这回他们掳走了其中一个人之前的老板 向家属勒索了一百万元之后放了肉票 警方暗中跟奸 在一个月之后在新北市逮到人 百万的赎金竟然被花到只剩下六千块钱 电影《绝命终结战》的情节 竟然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吗 基隆有一名妇人 她跟朋友在加油站的前面聊天 加油站的站长好心提醒说 马路旁边很危险 要他们站进来一点 没有想到两个人才刚刚换了位置 就有一辆失控的计程车高速往两个人撞过去 富人当场被撞飞有生命的危险 有人就说了这根本就像是电影情节 不管怎么必都还是难逃一劫 下午五点多高雄男子发生了一起 母女被碾死的车祸 一辆大货车行经得名得慧的交叉路口时 不明的原因撞到了一对骑机车的母女 母女当场惨死轮下 警销赶到连旧的机会都没有 丈夫到现场之后看到妻子跟女儿被盖上白布 当场是腿软痛哭 还一度气得要追打肇事者 场面看起来相当笔酸 这场战中的行动被外媒称是雨伞革命 不论情语都可以看到示威人士撑着雨伞 俨然成为行动最具代表的标志 香港人其实是希望2017年能够透过普选选出特首 为了这个目标一向被认为是政治冷漠的香港人 走上街头来表达诉求 香港战中行动持续进行 今天晚上凌晨两点多 却传出北角警署的总督察 疑似是开枪自禁震惊了香港 另外网络疯传 一段香港的警察对老伯伯喷洒辣椒水的画面 现在完整的影片也曝光了 示威的民众拿着雨伞跟警察打成一团 连巨马都快要支撑不住 香港战中争普选的行动越演越烈 许多香港艺人也纷纷表态 不管是力挺或者是反对 大家的立场鲜明毫不避讳 被香港人称为是民间特首的刘德华 30号也在官网发言了 他希望香港不要对示威者使用武力 更希望香港平安 网友直呼真的是温暖男神 柯文哲洗钱案再被抓包 MG149账户上游的402专户 审计部说 台大接受捐款却没有上报 违反了主公益券目的条例 柯文哲回应说他并不知情 还将在下周启程访美 而另一头的连阵营 则是传出了幕僚卡位战 总干事蔡正元和年轻的幕僚不合 小鬼帮准备要夺权 不过连盛文本人听到 则是大笑否认 常去参加铁人三项的 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 经传上周因为心脏不适 送往台大医院治疗 已经完成了心脏的支架手术 有人说他装了三支 也有人说他装了十几支 据传金普聪看到新闻 还自己戏称 他其实是去换了一颗心脏 而国民党的立委说 前两天跟金普聪开会 看不出来有异状 还怀疑报道的真实性 香港真普选的占中活动 引发了国际的关注 曾在香港居住 并且担任香港大学 客座教授的文化部长龙应台 今天他表示 百分之百支持香港人发声 一人一票的普选是基本的人权 还说这些对台湾人来说 就像是面包空气一样的普通 也相信全世界都会支持 龙应台前两天曾经说 中国崛起 如果不伴随文明的力量 将会永远得不到香港人 还有台湾人的心 他坦言 这段话是对北京说的 至于战中的香港人 要求梁振英下台 龙应台则是说了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他相信 也希望北京的领导人 有足够的智慧来处理 周四东北风稍微的增强 台湾北部 东部以及金门马祖 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大多是 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不过到了中午 中南部地区 则是会有短暂的雷震雨 详细天气状况如何 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戴立刚 欢迎回来 桃园一名离谱的粗心驾驶 在开车经过车祸的现场时 警方都已经在指挥交通了 他竟然是直接撵过出事的机车 还拖行了一小段路 破坏了整个机车的现场 让远景跟民众全都看傻了眼 开车这么不专心 实在是非常危险 台南市一名补教的女老师 骑机车回家的时候 疑似遭人颇酸 他在台南市府前等红绿灯时 突然感觉到他的臀部 有一阵灼热刺痛的感觉 伸手一摸才发现这外套 裤子还有坐垫全部都湿湿的 他吓坏了赶快骑车 家人把他送医之后 发现了他的臀部 有1%的二度灼伤 因为这事发的地点 就在台南的市政府旁边 周边还有学校 也让附近的居民是人心惶惶 新北市卢州有一名贩毒的男子 携带大量的毒品被警方拦减 他心虚地逃跑 远景狂追了100多公尺 男子是跑到体力不支了 才被抓 他的太太知道了之后 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 到派出所来探视 三岁的小儿子 一看到爸爸的双手上铐 就慌张地哭喊说 爸爸不要走 我要抱抱 男子听到后 瞬间泪流满面 让承办的远警士既感动又无奈 日前新闻曾经报导过 一名家住在云林的徐姓阿嬷 住在外孙的家里 却没有得到妥善的照顾 他整个人瘦到了30公斤 被社会局安置在疗养所 没有想到警方在他的家里 要取回阿嬷的存折时 发现这里头的存款 全都被外孙女领光了 不仅每个月7000块钱的年金 被领到剩下一块钱 就连前几天才刚刚入账的 重阳节敬老金也被领走 远警痛疲着外孙两人 实在是没有人性 疗养所更拒绝了外孙探视阿嬷 避免他一时心软 又回到家里重蹈覆辙 一名就读台湾大学的灵性研究生 被发现沉湿在该校的 水源BOT男生宿舍内 警方调查发现这死者 4天前返回宿舍 便没有在外出 系统的同学发现他缺席 到宿舍找寻 才发现他仰躺在椅子上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死因仍然有待法医 进一步调查 国小的学童服装 仪容不整 竟然被老师罚去捡狗屎吗 嘉义有一所国小 遭到家长上网投诉说 只因为孩子没有戴帽子 没有袖学好 就被罚到校园的外面来捡狗屎 不过校方澄清是捡垃圾 不是捡狗屎 强调应该是跟家长的 勾头不良才会产生误会 在夜店门口被围殴致死的刑警 薛真国 今天上午举行了告别式 亲友同事跟长官都到场来致议 而薛真国的母亲和太太 还几度痛哭到贪婪 场面是相当的哀期 这杀警案震惊了社会 警政署长王卓均也说了重话 他认为应该要将杀警的凶手 从重量行 汽车驾驶开车门的时候 真的是要停看厅 一辆轿车停在路边 他没有留意到后方的女骑士经过 驾驶一打开车门 就跟女骑士是撞个正着 更恐怖的是 女骑士倒在地上之后 后方的休旅车闪避不及 又直接撵过去 吓坏了其他路人 金马奖入围名单 今天揭晓 角逐引后宝座的有桂轮美 巩俐 赵薇 汤薇 以及陈湘琪 入围引地的包括大陆的 硬笛子演员陈建斌 金马引地刘青云 勇赖正敏 张震 以及廖凡 今年最大赢家是大陆片白日焰火 总共入围了八项 其中引地跟引后的奖项 竞争最激烈 今年国庆烟火 移世到台中的港区施放 因为碰到了廉价 国道三号的杀戮 龙井 还有清水交流道 预估会出现车流回堵 在这里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在台中港南端的 彰化深港大渡溪堤防 同样可以看得到国庆烟火 而且这个地方没有交通管制 民众看烟火也不会遇上塞车 知名品牌Chanel 在巴黎时装周上 创造了一条香奈尔大道 作为伸展台 还让模特儿穿着2015年 最新的春夏时装 模拟现代人 走上街头抗议的景象 大胆又前卫 新闻的最后带您一起欣赏 感谢您今晚相伴 我是周婷宇 晚安 我们再会